我就问他过程当中 你进巴士是怎样的程序 因为我也是不懂 问他的时候他也是很不耐烦 然后 之后就 打电话给他他一定要听 之后他就是一直给我付款 然后我是觉得 东西程序上没有做好的话 我要怎样子付款 然后他就一直很生气这样骂 然后我觉得是 觉得没有必要啦 这样子我讲你没有办法安排的话 这样子就不来咯 然后他就还是在一起骂 然后我就unlock他 unlock他了之后 各天就有个男生 昨天是我的伙伴不好意思 很诚恳这样子啦 我想其实 做生意是这样子 我也对你们没有信心 之后他就很诚恳 然后决定就是这样 你做好程序 他讲到CJ&T 然后我讲ok 叫你发了单据给我 我就付一点定金给你咯 大家有此信任 你看他发第一个单据给我的时候 是edit的 很明显的 等下我就讲 等下我就讲你这个 这个 CJ&T是edit的咯 他讲如果你认为是edit的话 那我就 破到付款了 你不要付我先 定金都不用付 ok咯 之后他就讲你等一下 然后他就付了我 这个 TRACKING NUMBER 然后我就对他很没有信心 然后我就问他 因为你记的时候 会有重量什么嘛 把它是除掉了 它除掉了 然后我就不相信 不相信之后我就讲 没有紧你不用再讲 过到我肯定是会付款 人就在昨天的时候 我就收到这样子而已 在过程当中 他就是各种逼做 就是拿你的照片 讲你是骗子 诈骗 怎样子 然后拿你的照片 就是逼你付款就会了 然后就讲要烧你的家 作为自己的 Kell fact el Oui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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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好